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麼早走的? 唉不留啦 每次留在這裡和她一起 說什麼好色的東西 眼睛睛地看著她 真是突進啊 免得我不是很想留下做事 看些東西回家做更好 原來是這樣的嗎? 很過分 把臉欺負你是新同事 她這樣的行為已經構成性騷擾了 我不忍了 快點報警吧 性騷擾是屬於民事的法律責任 換言之 如果你遭受性騷擾去報警 警方不會受理 除非行為同時又是性騷擾 但又有刑事成份 當然應該報警處理 如果是民事的話 應該怎樣做呢? 民事主要來說 你可以私下和解 你可以向學校投訴 也可以向評機會投訴 以至你自己去區域法院去告都可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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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